MING PAO TORON 這麼貴书幹甚麼? 這麼好,跟我吃飯? 我老婆在那邊約了一個 海宜男子見面 就叫你來幫忙 先聽聽他們說甚麼 我也是為你著想才說 難道他只是靠你老公照顧你嗎 喂,聽到嗎 他這麼說你 我知道 所以就約你出來說清楚 用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 儲錢退休 是否真的可以扣稅? 是啊 每年最多可以有6萬元的扣除額 是合資格延期年金保費 和可扣稅強積金轉性供款的合計上限 我便知道了 老公? Uncle? 如果兩夫妻都是納稅人 及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 還可以自己分配合共12萬元的扣除總額 前提是每名納稅人所申請的扣除額 必超過個人上限 嗯,那怎為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呢? 合資格產品呢,就是… 要符合保監局的指引 例如,供款期最短五年 保費總額至少18萬 還有,要到50歲或以上 才可以取得年金 而年金領取期最短也要10年 沒錯,銷售文件亦要披露產品的內部回報率 保證和非保證金額方面市民比較 嗯,那可否中途停工或取消保單呢? 提早退保或終止保單可能會虧錢的 所以,投保前一定要計劃清楚 老公,好聰明啊你 當然,最重要是了解清楚嘛 想知道多些 上前間有道網站,看看吧 退休儲蓄越早越好 扣稅米酒保